说说在该校的见闻吧,外国人的子女另设教室,不跟中国孩子同一教室,有足球场、文娱室和图书馆,我们却很少光顾,任校长的中国人也很气派,实际上是外国人雇用的,他们都姓天主教,工资也高,从衣着上就可以看出来。 有一天,中国校长身穿段子长袍,短挂,脚穿千层衣泥子鞋,头戴毡帽,金丝边眼镜,胸挂金壳,金链子怀表,手拿文明棍,一摇三摆地走着八字步,神气十足地出来散步。 这时,法国主教也出来散步,二人碰到一起了,杨,主教看见校长穿戴阔气的模样,笑道,喂,先生,咱们比比表好不好,说着从裤袋里掏出一只铁壳怀表,又厚又大,对校长说,你的金表碰一碰我的铁表,看谁的坏。 校长一看,说,我的妈耶,我不给你碰,主教哈哈大笑,说,你不敢碰你的表,看我的,说着就把铁壳怀表往地上一摔,再用皮鞋趴趴跺了几脚,拿起来打开看看,表一点都没坏,还照样卡卡走着,喂,校长先生,你也是是怎么样,然后他俩说了几句洋话,我们也听不懂。 从教会学校失学后,我在家待了大约半年多,又去工会开办的一个工人子弟学校上学,在该校读的是国语课文,任歇诸如人,手,足,刀,尺这类的字,学歇家,简,成,除的算术,不料又逢二期大罢工,发生于1923年的,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,工人们闹工潮,学校便解散了,我又失学了,在二期大罢工期间,全体铁路工人都停工不干活了,父亲和林碧英等同乡们都参与了,大概是响应郑州罢工的高潮吧, 在这期间,工人不上班,火车无人开,车站挤满了旅客,龙海县东至徐州,西至陕州都是法国人经办的铁路,全路已陷入瘫痪, 法国人束手无策,在罢工的当天,司机把一辆机车头,开到西闸口第一个道岔处,也叫咽喉道岔停了下来,使东西方向任何车辆都不能通行了, 旅客越来越多,就到机务段找法国人要求开车,一个法国人耸耸肩,摇摇手,摆摆头,表示毫无办法,最后他亲自跑到西闸口,想把那辆火车头开回来,可是他怎么开也开不动,急得他满头大汗,哇哇乱叫,我们有很多大人和小孩都在下面看热闹,看到外国人开车开不动, 小孩们一边拍手一边笑,还大声喊着,外国人,真狗熊,连个火车也开不动,哈哈,大狗熊,大狗熊,法国人跳下车灰溜溜跑了。 当时我们家住在开封西闸口顶级横梅长五号院,同院的魏司室做电务工作,为人甚好,欲有一男一女,男约二十余岁,女约十三,十四岁, 他请了一位私塾先生,在家叫他女儿读书,他为了做好事,把我们邻居的孩子,都叫出去上学,我,们住同一个月,他老两口很喜欢我,常跟我父亲一起喝酒,当然我也去上学了。 他女儿名叫幻真,非和我同坐一桌不可,上课时还手脚步闲的闹着玩,也不怕老师,由于闹工潮,上学不久又散了,二七大罢工很快结束了,一切工作恢复正常。 在铁路南春台,有一位同乡私塾先生,他设管教学,大家负责找房子,这样我又被送去上学了,第一天要拿香,纸公果,拜大成至圣先师及孔夫子,再拜先生,都要三叩首。 大约有二十几个同学,每月交纳,学费二元五角钱,初读百家姓,千字文,三字经,上下论语,中庸,大学,诗经,书经等八股文章。 读书方式是,老师在书上用红笔圈几页让你读,读书后拿到老师位子前,然后转过脸去。 一切贯通的背诵,如果一次背过去了,老师便提笔令号下页,如果背不好,字句生书,就责令下去再读。 如果再去背书仍不熟悉,老师就会发脾气,拿起桌子上的板子,这个板子叫戒尺,二尺多长,二寸多宽,一寸多厚。 除打人外,另一作用是,去厕所要拿戒尺,只能一人用,你不交回,别人不能去厕所,命令你伸出手来。 这时以下的战战兢兢了,打手心,几板子打得掌心红肿,疼得很油,如果你不伸手叫他打,他就摆威风,把你按在凳子上,打屁股。 如果你不老实,他就叫大学长,二学长等于现在的正,副班长上来把棉裤脱掉,按着打屁股。 如果你不读或在课上打瞌睡,老师就去抓你的耳朵把你提起来,我是爱打瞌睡的,耳朵被提了无数次,都肿了,那还不疼吗? 后来我终于想了一个绝招,装笼子,在家,在学校都装笼子,父母问我话我装听不见,问的时间久了,我说是老师抓耳朵抓的我,听不见了。 父母到学校找老师,问他为什么抓孩子的耳朵,把孩子抓笼了,其他孩子也说老师总抓耳朵,老师说,抓耳朵能抓笼吗? 但从此老师不再抓耳朵了,过了一段时间,母亲听说个偏方,把精织和叶花捣碎,加小磨香油,调和滴耳,制耳聋,我看老师不敢抓我和其他同学的耳朵了,我想我的绝招该收成了,就说耳朵低要低好了。 大学长 把老师的螺圈椅翻过来,把针钉在他做的板子上,刚露一点点头,看不见,再把椅子放好,等老师回来去坐。 老师一坐下,针尖扎着屁股,猛地跳起来,再坐再扎。 老师老眼昏花,看不见也摸不着,越坐越扎,这时他知道有问题了,就命大家挨个坐上去,然后察言观色,看谁神情可疑,就问谁在捣鬼。 但坐上去的人都不敢动,不敢说笑,被问到是谁干的时候,都不敢说是大学长倒的鬼,谁要是说是大学长干的,那么老师不在,的时候,或在放学的路上,大学长就会打他。 最后,老师还是打了大学长,二学长挤板子了事,老师都是年龄很大的先生,一般也爱打瞌睡,他坐的都是螺圈椅子,头靠椅背,脸朝上睡觉,两个学长都离老师坐卫镜,他们捉个小金屎壳狼,用细线绑住头,虫脚乱动,把他吊在老师座椅上方,对着老师的脸部。 因为屋子窗小,光线昏暗,把戏不易被发现,把线慢慢下放,小虫直抓老师的脸和胡子,抓一下,拉起来,老师惊一下,手乱抓几下,又睡,睡了又抓,连续的抓,我们不敢笑,只有放大声音读书,看着他乱找乱抓,在私塾学馆读了大约四年多的书,把四书五经等都读完了,除死读书外, 就是练写大小凯毛笔字,写得好坏都有老师用红笔圈披或纠正,血管除年节外,没有假期的。 我的儿童时代时常遇到社会动乱,天灾人祸连年不断,主要是军阀混战,各霸一方,互相残杀,青年人被强迫拉去当兵,再遇上荒年,如蝗灾,水灾,就会家破人亡,卖儿卖女,痛哭连天,被井离乡,四处逃难。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,所幸的是,我们是做铁路工作的,尚有一线生存的希望,但在接二连三的军阀混战时期,铁路交通已处于瘫痪状态, 大部分机车和车辆,都被军阀的部队战友,用于拉兵遣将,运送吉扬了。铁路没有客户运输,就没有经济来源,每天还以巨大的人力物力,去应付军阀们无休止的战争。 外国人在中国办铁路是为了赚钱,他绝不会从自己的国家拿钱,来应付中国的战争。 铁路没有收入,就苦了广大的铁路工人,工人发不了工资长达八个月之久,但是还要上班干活, 每月只发给几张欠星券,说是等到铁路有钱时,可持欠星券不发工资,由于社会动荡,工人发不了工资,物价也突飞猛涨, 在这种艰难困苦下,工人们怎么活呀,总不能眼看着全家老少饿死呀,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偷,干铁路就偷铁路, 凡是铁路上运的物资,不管是小东还是小西,只要是能卖钱的就偷,水管啥货就偷啥,如煤,把煤烧成焦炭,用袋装出去卖,车工,钱工把铜,铁,锡,铅,工具偷出去卖,其他工种如木工,擎杂工,抬煤工,擦车工,火车司机,撕炉等,直接偷煤和炭块, 当然,也不是明目张胆的偷,还得是偷偷摸摸的偷,大家一个目的,就是防着外国人,总管和监工,如果碰上了,那就自认倒霉吧,轻者罚工资,重者开除陆籍,也就失业了。